那你说他们这个秘密基地 会不会就是你上去说的 肯尼迪想要调查到这个秘密基地 这个很难讲清楚 毕竟鲍布拉扎是80年代的 51区工作人员 跟肯尼迪的时间相差太远了 但是鲍布拉扎的工作 有可能是肯尼迪时期 进行了某些项目的延伸 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这个秘密机构 同样也隶属于美国海军起鲍布 为什么有关UFO的事情 要交给海军 不应该是困难吗 这个是鲍布拉扎自己说的 他其实也不太清楚 自己到底在给谁干活 但是每个月的工资条 是海军情报部发的 在他第三次来到基地时 大巴车把他们拉去了 山丘中的一个地方 沿着山体的边缘 有9个机棚 机棚的门是倾斜的 并附着沙石的伪装 这些机棚里面 每个都存放着一架不同的UFO 据说其中一个 正是罗斯威尔事件中坠毁的那架 鲍布拉扎的工作 就是研究一台UFO的发动机 这架UFO来自 泽塔王谷座星系的一个行星 他所了解到的 自己被公用的原因 是他的上一人 在研究飞碟上面的反应炉时 意外发生爆炸声 这个爆炸的能量相当巨大 导致当时附近的很多居民 都感受到他的威力 而51区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 对外解释为内华达核试验场 一个小型核爆测试 说不定真的就是核爆测试 这鲍布拉扎说的东西 反而在我的认知里 他不合适 当然大家对他所说的事情的 真实性看法不一 反对者扒出了很多鲍布拉扎的黑料 比方说这个人在穴位上造假 并且还曾因为泄露秘密 被单位开除 但是支持者认为 这只是当局 为了让爆爆拉扎 变成一个让人感觉失信的人 故意抹去和捏造了他的很多信息 但是你不觉得他说的东西 太不可思议了吗 我也觉得 不管他说的是为了开脑洞也好 还是真的也好 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他研究那个发动机 用的完全是另一套物理法则 那如果这是真的话 这套法则 要么是跟我们不同的角度说法 要么就是一套 比我们更先进的理论 适用范围更广的一套理论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也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所处的 这个可观测的范围内 他的东西看上去非常另类 但是那些我们不可观测的地方 也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咱也不懂 安静的听听故事就行